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繼續講講以色列狀況 美國那邊說會斷以色列米勞 如果他不改善一下加沙那邊的狀況 他就警告可能會斷軍事支援等各方面的事情 說真的 你美國剛剛才幫以色列安裝那個 薩德導彈防禦系統 你這裏安裝完,你這裏就斷米勞,停止軍援 你不要悶 你哪句真,哪句假 算了 行動是真,說話全部都是假 美國人說話,真是一分都不能相信 我們亦會講講真主黨他們說 以色列不如停火等等 內塔利亞胡是拒絕的 第一,真主黨說得差 第二,你說完之後 內塔利亞胡亦都預料是一定拒絕的 是不是 整件事到底是怎樣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了全部 大家便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美國就說 以色列,你好了 你很快改善 加沙那邊的人道情況 其實它不單要改善加沙那邊的人道情況 黎巴嫩、敘利亞等等不同地方 其實以色列都應該要改善那邊的人道情況 因為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叫人家走 但給一個小時後走 然後炸了整個區 那個區是,你沒有三五天都走不了 那即是怎樣 即是告訴你,一個小時後 你看看你還可以生存多少個小時 就是這樣 所以不單止是以色列的人道情況 是整個的戰區的人道情況 英國的媒體就說 喂,美國有機會是警告完它之後 可能會切斷它的部分軍事援助 斷了嗎?這裡 算了,這些事情 你港藝都浪費氣 美國剛剛才幫它裝了那些什麼 殺到導彈防疫系統 你這裡說這些事情 你叫誰信啊? 美國國務院的發現人 米勒 他在當地美國時間10月15日 證實 即是我們香港時間16日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就跟美國國防部部長奧斯丁 在13日的時候 他們寫了一封信給以色列 喂,你那封信到不到以色列的手上 會不會中間被戰火燒了 燒了 燒了看不到啊,內塔利亞湖啊 那你怎樣呢? 你應該直接跟傳媒說 你寫信啊 現在哪有人寫信啊 真是 你的電郵也好啊 你說寫信 支閒給他 怎麼收呢? 真是 他就說 當時那封信就表達了 美國對加沙人道情況惡化的憂慮 並且要求促出進一步的改變 算吧 改變得到的就不是加沙了 改變得到的就不是內塔利亞湖 就不是以色列了 有強調 美國那邊就希望立即看到變化 內塔利亞湖 你即時死你就即時看到變化咯 你怎會立即見到變化啊 至善 我不是要等三十天 我要即時啊 那你其實找人暗殺內塔利亞湖 對嵌他 那你就見到有即時的變化咯 是不是? 或者 你即時飛幾支導彈過去以色列那裡 你就即時見到變化咯 而不是 你這裏說 你現在要遮變 不要再打了 這樣 然後這裏就 我幫你安裝那些什麼導彈防禦系統 大哥 你不是這樣的嘛 即是說什麼呢 美國的言行是不一致的 神經病 他真是不分裂 傻的 路透社 和英國的廣播公司 BBC等等多間的傳媒就披露 美國那邊 就在信裏表明 必須要三十天之內 去增加加沙的人道物資 獲准進入的情況 否則 美國就會切斷部分的軍事支援 你剛剛才說 不是等三十天 是要即時 這一頭 接著就說 三十天之內搞定他 什麼意思呢 這些東西錯了 是不是? 所以美國哪個真面假呢? 算吧 看行動就知道 他是完全支持以色列 說什麼 說和平說盛 你根本上就是希望別人打 打得越厲害越好 路透社和BBC等等的傳媒就說 布林肯和奧斯丁在信裏重申 美國政府對加沙的人道的情況 是不斷惡化這個環境 是感到非常之關注 深切關注 並且就說以色列拒絕 或者阻礙加沙的人道援助 說必須從現在開始 並不是三十天之內 一定要立刻 採取一連串的具體措施 扭轉這個情況 只是說而已 口講口陪 他說13日頂一封信給 外國內塔地阿湖 現在都 今天都16日 他做了什麼? 有信嗎? 看不到 就是這樣 信裏的概述 講完所有要求 包括說 每日允許最少350輛火車 進入加沙羅島 為物資運送暫時停火 以及在沒有軍事行動需要的情況下 就撤銷對巴勒斯坦平民的疏散令 結果如何? 你看到這幾天有改善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每日最少有350輛火車進入加沙羅島 沒有問題 進入完之後 炸爆它 或是埋了地雷 你進吧 隨它踩過去 就是這樣的情況 在信裡 警告說 以色列如果未能實施 以及維持這些措施 可能會令美國的政策出現一些影響 在信裡也提到 美國對外援助法的第620i條內容列明 對於阻礙美國提供人道援助的國家 他們是會禁止向對方提供軍事援助 你夠膽就做 你會做才算 那個你疼到寶寶彈 又買那麼多武器 有那麼多利益 在這裏 他怎會停止軍事援助 他說了停止軍事援助 說了很久 但是 他何時有做過呢? 是完全沒有做過的 No-Touch社報道就說 已經獲知情人士信中的內容是真的 並且封信已經發給 以色列國防部部長 加蘭特和戰略事務部長 德爾默 但是他沒有給內塔利亞湖 他說是對整個以色列講的情況 但是你偏偏就不送給內塔利亞湖 那怎樣呢? 最終 最終 你問責的時候 已經漏了後路 內塔利亞湖 為何會這樣呢? 你甚麼都沒有做過 你沒有給我 蛤? 我給了你部長 他們沒有給我看 然後那些部長 怎麼說呢? 我又說過 我又說過 但是 長官他好像聽不入耳 你又不是寫給他 斜貓味 根本上已經留有後路 留了一手在這裡 讓他們可以是斜貓味 很明顯的 所以美國是否真的打算不做甚麼援助等等呢? 算了 你見到那些人這麼慘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喝紅酒吃芝士 你就知道他們有多無良 無良心 是不是? 接著說說真主黨和以色列 說真 真主黨說得衰 你以色列說真的 都預計了他不會停火 你講得那麼衰的時候 他更加不會停火 甚麼意思呢? 真主黨的副書記 卡西姆 他在10月15日發表了錄影講話 就警告 如果繼續為以色列 帶來痛苦 強調解決衝突升溫的方法是停火 如果以色列拒絕的話 真主黨就會繼續戰鬥下去 為以色列帶來痛苦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我可以繼續打的 我打到你很慘的 如果你停火 我就不會打你了 即是甚麼意思呢? 他即是跟別人說 即是這樣 即是 即是 大家都最好是停火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人民都很慘 停火好嗎? 即是他是這樣的 但他又要 即是跌落地 我現在打到你這麼嚴重 為你帶來這麼多痛苦 你想不想解脫? 那你停火吧 你停火 我已經不打你了 但明明自己被人打了 被人打的樣子 所以我不是幫哪個國家 我是哪個國家都不幫 我只是幫你 所以 內塔利阿胡怎麼說呢? 你也瘋了 他簡直說 繼續 毫不留情地 去打珍珠郎 唉 即是說真的 你跌落地 打分紮沙做甚麼呢? 你應該說 你應該怎麼說呢? 你應該說 為了這個世界和平著想 我們應該停火 我們停火 就可以為這個世界 帶來多一分的愛也好 甚麼都好 我相信 世界各國都會支持我們停火 你現在拔別人的國家下來 你只說 我打到你現在很慘 你講到我很慘 你想不要那麼慘 那你停火吧 明明自己腫到豬頭 人家現在說 我毫不留情再打他 繼續 他就說 已經向法國總統馬克龍表明 如果真主黨有可能捲好重來的話 他就不會同意那些叫做停火協議 人家都說要將你滅黨 你以為可能 你說這樣就可以停到那個戰火 沒有可能的 卡西姆在講話裡承認 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魯拉被刺殺 以及全府的攻擊事件 令到真主黨受到嚴重的打擊 但他強調現在已經恢復力量 他就說透過間接初商達成停火協議 是現在解決當前局勢的方法 但他強調他不是處於弱勢的一方 你為何要拿回紮紗 沒有人問你是否弱勢的一方 但自己強調我不是 我沒有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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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認得我 我媽媽 我知道我是誰 我沒有被人打我媽媽不認 我沒有 我沒有問你 你自己為何要說這些話 那即是怎樣 那即是他已經被人打我媽媽也不認得 是吧 內塔尼亞湖聽到這些話 他當然是搞笑 內塔尼亞湖同一天發聲明說 反對片面停火 他認為不會改變黎巴嫩的安全態勢 以色列說他們現在打擊真主黨 他認為他是恐怖分子 防止他威脅北部邊境的以色列公民 對於馬哈龍計劃在 黎巴嫩舉行有關黎巴嫩的 在巴黎舉行一些有關黎巴嫩的 問題的會議的時候 內塔尼亞湖就說 他向馬哈龍表示 非常驚訝 亦說 南非和阿爾及利亞等參與者 政治力剝奪以色列的基本自衛權 他又抹大眼說謊 他那些所謂的自衛權 是打到別人的國家壞 這些不是叫自衛權 這些叫做行兇權 行兇殺人權 所以整個世界都看不過眼 但不要反過來 美國真的跟他同流合 那你是怎樣 你有得點的 你都沒有得點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件事是怎樣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配合 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